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即时通 我是盈盈 哈喽各位全国观众朋友大长 我是李悠 今天是2019年最后一个台股的交易日 那么在新的一年新的一季 投资朋友该怎么操作 李悠 好的 终于这个2019年 我们可以把过去全部都甩开了 要结束了 好 我们首先看到2019年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贸易战 对 哇终于啊 这个《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这个刘鹤 很有可能在礼拜六 就即将要率团赴往美国华盛顿 准备要进行签约了下礼拜 所以这一个不确定因素 终于可以做一个了结 那一旦真的签约 你看之前这些厂商不敢投资的 不敢资本支出的 那金融市场引发动荡 都可以暂时告一个段落 准备要展开下一个阶段的 一个新的谈判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尤其是在明年一月 希望是一个好的开始 来我们看下一页部分 除此之外 美中贸易谈判告一个段落之后 好 那我们看到 接下来美国他跟欧洲之间 还有一些争议 比如说像川普克增的铁铝钢税 铁铝关税 他除此之外 包含像空中巴士 空中巴士 他不是有一个不公平的补贴吗 造成对美国波音公司的一个不合理的竞争 所以川普他就针对于欧元区的一个产品 克增75亿美元的一个关税 那当然欧元区的国家不甘示弱 他也克增了数位税 就是针对美国的一些科技公司 但是这些事情 其实在明年的一月份 大家也要坐下来好好的谈 想要解决这件事情 我们看下一页部分 好啦 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这些不确定因素 一个一个贸易的因素 经济的因素 一个一个已经淡化之后 那开始慢慢的有解 可是我们看到非经济的因素 竟然在上礼拜五 就是美军在伊拉克基地 被人家火箭弹攻击 然后造成一死四伤 所以这个地方美国他应期 他就直接报复 结果周末的时候美军 他就空袭这个珍珠党旅的一个民兵组织的基地 而且他一个美国被人家打一个地方 结果他空袭人家5个地方 加倍奉还 加倍奉还 而且以牙还牙 这个造成美国人 就一个承包商 就是死一个人 那有4个美军受伤 结果他空袭别人造成25死 哇不得了 就这个地方 他说空袭行动相当成功 但不排除会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但是这种行为 这种我们是好像有些人 他可能会特别担心 但是他这是一个 算是一个报复性的行动 他不是一个经济因素的利空 他属于一个非经济因素 而且是一个短期突发性的利空 所以这个对经济所造成 对全球所造成影响 他是比较小一点点 影响程度也是比较短一点点的 好那我们看下一页部分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算有拉回 就是因为有稍稍反映下说 这个空袭还有军事行动的影响 那也把这个 刘鹤即将赴美签约的这个利多因素 稍稍的有些抵消 所以导致说美国四大指数 昨天都往下做一个拉回 尤其是科技股的部分 拉回的幅度比较大 那拉回大概0.67% 那废半的部分拉回0.76% 跌幅是比较大一点点 不过明年的贸易协议签约之后 而且到第二季之前 我们看到欧美央行 看起来这个地方 还是保持一个 比较宽松的一个货币政策 所以对金融市场而言 还是比较有利的 好那我们看下一页部分 这是美国 2019年的一个股市表现 跟台湾比起来 你看到美国 那斯达克 标股500 他的涨幅是34% 28% 那我们的台股加权 也涨幅大概26% 是表现也不错 对 道琼22 其实我们表现在美国股市 四大指数里面 表现我们看起来 算是相当的一个不错 可以跟上美国一个涨幅 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部分 那我们看台北股市 其实真的是蛮不错 台湾在2019年表现真的蛮棒的 最主要是我们看到国际热钱 在今年第四季开始大量的涌入 但是你要注意到目前为止 国际的热钱还在持续的涌入 昨天不得了 昨天台币一度大升 1.91角 逼近30.011 只差0.011 就要 可以来到30大块 对 就挑战30大块 而且甚至准备要进逼二字头 但是央行他为了今天 他就是他所做一切 央行所做一切 他会去拉尾盘去调节 所做的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今天 可以让这些出口厂商 这些电子厂 他的财报可以好看一点点 不要那么糟糕 所以他挡在30元 所以接下来大家重点观察是 在我们封关日结束之后 在明年1月开始 台币是不是有继续往二字头靠近 如果台币继续往二字头靠近的话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热钱真的挡不住了 一直不断的涌进来 台北股市接下来就不得了了 他会持续的被热钱触涌 往上做一个进一步的推升 好 我们看下一页部分 接下来台北股市到底第一季 该要如何看待 其实经过这33年统计 我们之前有分享过这个图 第一季是全年度最精彩的一季 你看第一季他不论是涨幅 平均的涨幅大概9.4% 平均涨点又有465点 都是一年里面表现最好的 当然第二季有稍稍弱一点点 第三季 五熊六角七上掉 第三季比较烂一点点 他下跌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第四季不是比较好 其实就我们现在嘛 第四季目前上涨几率是61% 可是你看第一季竟然79% 代表说 接下来明年第一季 是相当值得大家是做一个期待 尤其是还有年报公布之前的一个做梦行情嘛 是 好的 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是 感谢Leo的分析 那接下来请看一分钟看台股 好的 那今天台北股市是一个封关日嘛 今天上涨几率是高达80%以上 所以重点是看这个指数的部分 有机会在这个尾盘 往上做一个收高 最主要大家就重点观察台积电 如果台积电在这个地方撑住 然后伸出去往上走高 台北股市今天收红的几率是相当的大的 那各股部分呢 主要是看集团股 因为集团股 尤其是那些有相互交叉持股的这些公司 为了要把这个财报做好嘛 所以利平会收高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一页部分 除此之外呢 投信的做上 包括像这个基金公司 他也是交互持股比例特别高的 持仓特别重的重仓股 那这些股票呢 都有机会 在今天往上追个拉高 来让这个基金的绩效 获利极大化 比如说像这个最近买比较多的 这个华兴科 台光店 宣德 金豪科 然后迅兴 迅兴 然后还帮你像这个信汤店等等 这些公司呢 其实大家都可以特别留意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被动元件 已经涨了一两周的时间嘛 那接下来大家重点的关注 就放在细晶圆 在细晶圆1月份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 跟着这个被动元件 接棒而起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追个参考了 我们2020见 拜拜